重点六 我点一算搭计程车 如果整趟都搭地铁公车 你会死 偶尔到搭计程车 不只能续命 还能营造收集各种交通工具的新鲜感 得分 重点七 才艺与新增的有效 主人的智慧不是骗人的 你听 妈妈们笑得多开心 得分 学会这七招 人生没烦恼 妈妈出国自由行 你怕吗 不怕 掌握以下节有重点 让你成为长辈控制达人 重点一 多找一对母女共有 让妈妈自主妇女赖 你就有时间自由 得分 重点二 走到哪都先坐一下 就算妈妈说不累 不要相信 因为等她喊累 你就出事了 能做就做 得分 重点三 凡事都先装没事 一些敏感的关键字 好累 好久 好饿 怎么办 尽量避免 如果不小心说了 可以这样做 重点五 没有不会啊 谁会饿啊 你记住你好饿 没有啦 是我的肚子在饿 又是我在饿 得分 重点四 做平常不会做的事 逛街逛到快牙起来 就带去拍帖 让妈妈重温少女时光 她们会觉得自己很年轻 得分 重点五 拿出相机不停赞美 妈妈们通常口包很重 看到表情不对 先拿出相机 她们会马上变脸 关键是夸奖不要停 好漂亮哦 夹了 让她们感觉整个城市都是妈妈的舞台 得分 重点六 过点一算搭机程车 如果整趟都搭地铁公车 你会死 偶尔搭机程车 不只能续命 还能营造收集各种交通工具的新鲜感 得分 重点七 才艺与新增的有效 人生没烦恼 小子小女们 加油 人生从来吼 我不想结婚 哈哈哈哈 可以带给你什么 只是伤害坤损失心痛苦 如果孙女想要谈恋爱 你会想要给她什么忠告 怕死人啊 跟你谈就好了 啊 最重要是个性你要合啊 下面要合吗 下面是一定合的吧 你会怎样学另外一半 最重要是个性你要合啊 下面要合吗 下面是一定合的吧 哈哈 你可以接受年轻人先上车后补票吗 我们不能说我们喜欢 看个人了 那你的出业在几岁 十四吧 一次最多几个人 两个啊 三 可以 一个国王 两个皇后 可以了可以了 哎呦 请问有结婚吗 有啊 所以如果要抓奸的话就来这边对不对 不能讲 我有讲出来 我会被打 最近跟老婆还有防释吗 当然有啊 我几乎是很想每天啦 那谁要你 她会角色扮演吗 护理长 座舱长 小眼吗 没有那么多花招啦 哈哈哈哈 你最爱的知识是 我还是觉得 传统的比较 她教我老龄推车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如果要挑另外一半要怎么挑 人生从来吼 我不想结婚 哈哈哈哈 婚姻带给你什么 只是伤害跟损失 是痛苦 如果 孙女想要谈恋爱 你会想要给她什么忠告 跟你谈就好了 不要了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 对啦 跟你讲吼 吃死人 哈哈哈哈 阿姨 你的择偶条件是什么 后面 后面那个是老板 老公啊 嗯 请问你的初夜在几岁吗 哎呦 十九 啊 十九岁 那你觉得 婚姻带给你的领悟是什么 幸福 你们最近还有 X 有怎么没有 哈哈哈哈 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上个月啦 放过游户 很幸福哦 那舒服吗 哈哈哈哈 舒服 舒服 喜欢这个油纸的操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 这次放红权利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秀吧 点击下方 观看更多有趣内容